荷兰出现了这名超级孝孙 为了打疫苗把父亲都告上法院了 为什么呢 这名12岁的男童 为了探望罹癌的病为祖母 想要些接种新冠疫苗 但是他的父亲并不同意 所以男童就为此闹上法院 最后被判定申诉 荷兰一名12岁男孩 想探望病重的祖母 但又怕把病毒传染给他 想打疫苗后再去探病 不料父亲超级反对 这父亲硬扯说疫苗会影响生殖器官 还说小孩根本不会染疫 无需承担打疫苗的风险 由于为成年人打疫苗 需经过家长同意 男孩为此告上法院 结果顺速 法官认为这理由实在太感人 允许他打疫苗 赶快去探病吧 英国专家建议青少年 不仅要打疫苗而且要赶快打 因为这个族群正在发生大规模感染 虽然不一定是两三个月后 但在某个时间点迟早都会染疫 但这本人针对12岁以上的孩童 疫苗施打剂量和大人相同 这真的可行吗 由于新冠疫苗是直接打进协议里 不相吃药会经过胃和肝脏 还得特别留意药剂量 因此专家认为孩童注射和大人相同的剂量 也没有问题 记者综合报导